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58.8度电池的版本 车型标号是630 但实际上它的NEDC续航是510公里 我们今天就还是按照老司机的标准 全天70%的市区加30%的高速 并且包含一个晚高峰 然后空调会开到22度自动 全天用二维地图记录下所有的行驶轨迹和里程 那这辆车充满电话的标显续航里程是510公里 因为它还是没有电量百分比 所以我们就直接拿510的30%来跑高速 就是表显了153公里用作跑高速 全天会先跑高速 然后是市区通畅道路 最后是晚高峰 嗨 30%的高速跑完了 因为刚刚在起来速度的时候剩余的续航里程是490公里 现在剩个337公里 我们来看一下总共表显掉电153公里 实际上跑了114公里 是这么个比例 电号的部分是17.1度每百公里 这个车虽然电号偏高 但它实际跑得多 就你们可以算一下 30%我实际跑了114 那也就是说如果100%的话 我带来这台车可以跑380公里的高速 但是如果拿表显的电号17.1度算的话 58度的电池出于17.1度 它就只能跑340公里左右 所以第一次出现反过来的情况 一般都是电号偏低 然后实际跑不了这么多 但这台车电号偏高 就你们看过一台汽油车 表显的油耗比实际的油耗要高吗 这个我就有点纳闷了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我刚刚上高速的时候 尤其是头40-50公里的时候 它实际跑的里程 和它的表显掉电里程是1比1的 这个是我之前在跑电话车的时候 我从来没有出现过 说不会把这台车这么坚强 这马拉松选手啊 结果到了返程的那50公里的时候 就发现它疯狂的在掉电 感觉这台车它整个剩余续航里程的反应有点慢 就一开始好像没反应过来 我在跑高速 然后突然它就意识到了 我是在跑高速啊 我不能掉电这么慢啊 就开始夸夸往回补 最后补回来了 反正就比例就也还差不多跟其他车 整个下午都在比较通畅的市区环路道路行驶 然后我们从中捡取三个小时记录 一共跑了120公里 然后电号是11.5度每百公里 这个电号就非常符合这种纯电轿车 在城市里头的一个电号水平 那有一个点我觉得这台车底盘的表现挺好的 开到一些什么减速带啊 锅井盖什么的 我觉得整体的底盘表现挺密实的 就比之前我们测的同价位的轿车也好 CV也好 这方面的表现要更好一些 现在是晚高峰总结 既然晚高峰不是特别的堵 但是我也观察了一下 在那种路上堵停了的情况 差不多电号是16度每百公里 然后在可以缓行的路段下 差不多就是13度每百公里 所以整个综合下来看的话 整个晚高峰的电号 差不多就在14.5度的样子 表现还是可以的 比较符合常规 其实我最关心的是 它最后表现剩50公里的时候 会不会有疯狂掉电的情况 之前是传奇G3的时候 在这方面的表现就非常的不好 影响了它整体的续航 接下来我会着重观察 最后50公里的表现 琴琳的小嫌跑完啦 我们来说一下最后50公里的表现 实际上我们是看 最后40公里的表现续航里程 它真正在路上跑了42公里 在不太堵车的情况下 还是不错的 然后另外当它的表现 升到10公里以下的时候 它就会显示你没有续航了 提示你赶紧去充电 我就是进到充电桩 即将倒车入库的那一下 就没有电了 所以我们还是推了一把进来的 就跑得干干净净 这台车在表现 升到0公里续航的时候 最多也就是再跑个3公里 就没有电了 不要冒险 我们看一眼 全天二维地图记录了 10个小时28分钟 总理程是401公里 这个成绩嘛 跟NEDC比的话 也就是达到了78% 没有特别的理想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老司机纯电续航实测的 夏季榜单 按照实测成绩排序 它排在第二名 但是我们能看到 同样NEDC在500公里级别的 比亚迪唐EV600 实测成绩达到了 NEDC的92% 而iOS只有78% 所以这个表现 还是有在进步的 最后来说一说 关于充电成本的问题 我们取全国最低和最高 两端的充电价格 给大家分析 按照全国最低家用充电桩 波谷电价 大约三毛钱一度的话 那么充满58.5度的iOS 大约需要花费18块钱 那按照国家电网 快充最高时段电价 大约1.8美度的话 充满iOS 大约需要105块钱 你心里有数了吗 那这是我们今天 整体的一个情况 好吧 那今天就这样 拜拜 拜拜